鱼是一种很常见的食物,尤其是味道鲜美的海鱼,更是很多人喜欢吃的,而说起海鲜就一定要提到日本了,日本人是出名的爱吃海鲜,并且尤其喜爱吃生鱼片,甚至还独创变态的活鱼切片,一刀下去鱼还会疯狂的扭动,而日本人却表示鱼没有痛绝的。 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,提起日本大家一定会想到生鱼片,而日本人对于它的喜爱是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的,他们为了能吃到最美味的生鱼片,甚至会想尽一切办法,其中对于料理的制作过程都有着格外严格的要求,看似简单的僵鱼切片,但其中所约含的规则却非常多,比如他们严格选用新鲜的活鱼,并且制作生鱼片的时候, 都是用活鱼直接制作切片的,而这时就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,如果你看过这个制作过程的话,你就会发现,在切片的时候鱼都会很距离的挣扎,但是无论它们怎么挣扎,最终都会变成生鱼片,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残忍了,而它们之所以要这样做,就是为了得到最新鲜的鱼肉,只有这样吃起来才是最鲜美的。 日本人还表示鱼是没有痛绝的,但实际上早已有人做了实验,证明了鱼同样存在着痛绝,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借口罢了。 虽然美味的食物大家都爱吃,可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去制作,想必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吧。